比如說你現在寫一次 然後剛剛有同學說不知道有沒有成功 再按一下 他又寫入成功 再按一下 他又寫入成功 按三下等於就產生三筆資料了 所以怎麼辦呢 特別注意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不過這可以把它刪掉 把它刪掉 其實這邊可以刪除 目前是被開啟 所以我把這個把它關掉 這邊有沒有就是我資料庫 其實是可以刪掉的 我剛剛講如果不存在的話 它第一次會幫你建立 所以讓寫入一次 再讓一次就兩筆 怎麼知道它有存在 你可以按右鍵 記得在SRC上面按右鍵 按一下Refresh 這個東西就出來了 你不能直接開 所以必須用我們在雲端放的 那個SQLite Browser 利用Open的方法 去找到我們 特別注意 你要知道你那個Wordspace的路徑 底下 找到那個有一個這個Cursor01.db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會秀出我們剛剛看到的Table 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叫Lumber TL 然後Fill的 Fill的欄位 然後它的形態就Tex了 點擊過來 兩筆 可是怎麼辦呢 你當然 第一個 第二個 切記就是說呢 我們如果重複資料理論上不應該清真 不然的話編號怎麼會重複 對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它重複的話 請特別注意 可能要修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 乾脆把這個Table01改Table01了 因為我放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改這邊也要改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Lumber部分 我乾脆就不用Tex了 因為數字才會增號 所以如果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數字的話 請你改成叫Integer Integer呢 就是它變成一個數字 所以一二三它會自動加一 如果它自動加一的話 而且不允許那個什麼 不允許重複的話 OK 不允許重複的話 你可能就要什麼 叫做Primary 加一個Key 意思就是說 這個欄位呢 我要當成主Key 主Key的話就是有兩個特性 第一個呢 就是不能重複 unique的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一定要有資料 不允許空的 但是呢 它會自動增號 不會 你還是要給它 所以怎麼辦 後面呢 你還要再增加一個什麼 自動增號 它也有一個敘述 叫AutoIncrement OK 不過這個單字 如果你怕打錯的話 其實我雲端上面有放 你可以讓你翻譯 這個是原來的範本 剛剛打的這個Integer Primary Key 後面叫AutoIncrement 好不好 自動增號 那我可以把它加進好了 我這邊直接用貼的好了 OK 如果怕打錯的話 然後後面一樣有一個電話 然後用那個文字形態 好 這個時候特別注意 如果你有加AutoIncrement 你將來這個欄位就不需要了 所以這邊可以拿掉 也就是說那個Value 你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是放一個電話 但是電話 如果你只有放一個的話 記得在Table後面呢 你要增加一個瓜糊 跟它講說 我要放的是哪一個欄位 那就是TL 意思是說我的TL這個欄位放這一個 那Lumber就不用放 因為它自動增號 但是如果你想說那為什麼剛剛不用放 因為剛剛兩個欄位都會對應到的話 那就可以不用放 那如果你只是其中一個 那就要放 OK 好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基本上OK了 也就是說呢 我現在 出入的話 那你會發現 當然如果你要確定是OK的 那我們一樣就是Table 改成Table02 我們要Table01 把它執行一下 Run一次 OK 寫入成功 Run第二次 又寫入成功 不過因為我這個電話沒改 所以這個電話 我們來看一下 OK 其實很簡單 切過來 再切回去 重開一下 我開啟那個 這個 然後你會發現切過來 又多一個Table02 OK Table02的形態 你會發現 它會變成什麼 Integer Primary Key 這邊會出現 AutoIncrement 這邊會出現 所以其實有些細節 你可以從這邊可以看到 叫做Data Structure 它的資料的結構 然後切過來看一下 Table02看一下 有沒有 123 那你說 老師那這邊我應該要能夠自己變動啊 對不對 所以特別是 應該再改一個地方 讓它自動 自動怎麼樣 輸入 所以我這邊可以把這邊改成變數 請輸入電話 OK 所以我們可以在上面加一個X 等於什麼 Input 在前面都有做過 Input 是什麼 請輸入電話 請輸入電話 有電話 有電話 OK 請 OK 好 然後 冒號 但是特別注意 如果 它這邊變跑一次 它下一次要再Run 很麻煩 所以怎麼辦 你乾脆要讓它跑三次算了 所以如果只跑三次的話 那你可以寫一個什麼 4回圈就好了 4 什麼呢 I In Range OK 然後刮符 你就3啦 其實就0.3 你就3剛好就跑三次啦 OK 這樣比較好 再按冒號一下 那再來的話 那再來的話 就讓它這邊 理論上應該是 這三行 把它按個TAB鍵 啊 COMMIS最後一次再確認就好了 這三行為什麼要放 因為 你每進來一次對不對 他就請輸入電話 然後把這個改成什麼 記得改成就X 有沒有 輸入完然後放在這邊 啊記得喔 因為這個是 但是這個欄會裡面是需要放那個 所謂的TAX 這邊TAX文字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是文字的話 前後要用單引號喔 這是規則 OK 如果你沒有放單引號 好像會出錯 啊記得這邊怎麼樣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加加兩個 再移到中間 放一個什麼呢 X就可以了 該懂的意思吧 就是把X串在中間的意思啊 OK應該知道吧 我記得這有講過吧 啊如果你實在 不太知道為什麼 乾脆你就先背口訣 好吧 因為很多同學都對這有障礙 OK 其實意思就是我先把這個完整字串切開來 然後呢把X串在中間的意思 OK這樣就OK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跑完之後啦 請輸入電話一次 請輸入電話兩次 最後三次 確定說 要讓它OK 那我們把這個 乾脆讓它這個database再散掉 如果你要讓它重來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再Run一下 請輸入電話第一次 那我就02 123 Enter 然後它又跳了嘛 02 456 然後第三次 02 789 Enter 好 寫入成功 有沒有三次吧 好 千萬不要寫個FileEmail號 不然你就打 打到下 就打 不知道 FileEmail號 應該知道吧 烏雄微圈吧 OK 不過你也可以 因為如果你要跑三次變成你要計算它三次才break 我覺得寫這個比較簡單吧 你用File也可以啦 不過我覺得寫這樣就是 for i in range 記得把這三行放在它裡面 最後一次commit commit就確認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再來的話我們就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sicle-like browser 這個地方把它打開看一下 有沒有輸入三次 如果有的話 有沒有table 有table02 打開來 123 OK 所以這個資料 就被正確寫進去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我們先不要太複雜 反正就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 就是什麼 integer 而且這個integer 它不允許沒有資料 不允許重複 auto increment 然後第二個欄位 再來的話寫進去insert into 然後放我們要變化的資料 那今天不要小看這個 其實以後都從這邊衍生的 你只是說欄位變多 就大概這樣而已 變複雜而已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也就是如果你將來要一直輸入 反正你就跑回圈 然後一直 反正把資料全部 或者甚至是 如果你是外部已經有了檔案 然後已經有固定的資料 你就切切切 映射映射映射 有沒有全部都放在資料 就是檔案的資料 再轉移到資料庫 就像說什麼學生成績好了 學生成績不是姓名 國文英文數學 也可以放進去 可以 怎麼放 把它讀進來嗎 然後切切切 放在insert into的欄位後面 那你就建四個欄位 然後分別把資料寫到資料庫裡面 不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 檔案放到資料庫這一段 非常重要 OK 以後的話 你反正 我是建議 所有東西乾脆就放資料庫 我覺得比較好整理 你放檔案很麻煩 為什麼你需要說 你要再把它拿出來 讓它出來 你要再找到 你要的那個部分的資料 因為它是沒有結構的 沒有一個data structure 所以大部分還是習慣怎麼樣 乾脆你就把檔案放資料庫就好 像之前那個合併全省郵局地 你可以把它全部insert到那邊 然後再分割的話 你也可以把你要的部分分割 也是一樣 再從資料庫撈出來 再輸出成一個檔案存檔也是OK 這些我想請各位多多練習 資料庫這部分我是覺得 蠻重要的 因為任何東西背後都會有個資料庫 OK 比如一個機器人 機器人怎麼會知道 你問的是什麼 他要怎麼回答你 對不對 所以他input 對 現在的話就是說 你輸入 你跟他講話 他有個麥克風 他可以馬上辨識你到底 你到底說了什麼 的那個 他可以把什麼 你speech 變成一個文字檔 一個文字敘述 然後呢 他叫他去切嘛 切你的keyword在哪裡 然後把你的keyword再丟到他的資料庫裡面search search 你問你到底有沒有比較好的答案 他要把你的那個答案嗎 整理出一個比較有序的一個對話 在用什麼呢 就是有點像Google 最簡單的方法 Google不是有那種 可以把文字 to speech 有沒有 有點像現在很多人 那個影片 YouTuber用那個講話 把文字變成一個好像女生 有沒有 常常聽到那個女生在講話 實際上他就是轉話 就類似像機器人一樣 也可以把它做一個變化 中間這樣其實機器人就可以跟你對話 所以像很多客服有沒有 也是一樣把Database先建立好 然後去切客戶的關鍵問題在哪裡 那把Database裡面已經有 之前建立好的Database的那一些答案 選擇一個最精確的 不過這個裡面可能你要讓它 越精確的話 恐怕還是要配合深度學習 讓它越來越厲害 那客服怎麼這麼厲害 到底這個客服是真的還假的 怎麼問他問題怎麼樣 都可以回答我一個 不是很莫名其妙的回答 比如你回答A 他給你回答B的答案 那當然就不OK 不過未來在這部分 配合深度學習 那以後那個客服會越來越厲害 那也就以目前很多工作 其實這樣看起來 如果你的工作是比較是屬於 重複性很高的 或者是說可以建立一個Database 把這個相關的回答都把它建立好 你可以撈一個答案給對方的話 慢慢你的工作也許慢慢就會被取代了 像有時候我發現現在 就是應該健保的關係 你去看醫生 醫生回答的答案好像都差不多 而且你根本屁股還沒坐熱 他回答的問題都差不多 OK 以後乾脆我就弄了一個類似像 機器人醫生嘛 對 然後給什麼藥 他還像公式有沒有 你就這幾個藥開一開寫一寫 你可以出去了 看完了 OK 那感覺好像沒有得到那個 OK 不過當然類似啦 我想這些東西未來其實很多地方 都可以有延伸性的應用 你要去思考說這些東西學了之後 有沒有辦法跟未來你要做東西可以串接啊 那資料部是絕對必要的啦 OK 試一下